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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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姓张的男子,而且宋丹很快就被张某的花言巧语给蛊惑了,成了张某的女朋友。 2004年10月初,宋丹最酷爱的体育明星刘翔要来成都举行粉丝见面会,兴奋之余宋丹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男朋友, 并以囊中羞涩为由,同张某借200块钱,张某为了成绩占有宋丹,不但答应借给宋丹200元, 而且还许诺说会同宋丹一起去参加刘翔的粉丝见面会, 可是最终张某不但没有借给宋丹事先说好的200元,而且还谎称公司业务繁忙为由, 拒绝和宋丹解灭,宋丹感到自己的感情受到了背叛和欺骗,终于忍无可忍的宋丹爆发了, 一怒之下宋丹决定报复张某,宋丹以两人和平分手为由将张某约了出来,并进行了绑架, 不久之后就把张某给杀了,而杀人焚尸之后的宋丹很快被抓捕,并于2005年以故意杀人罪, 被依法判处死刑,十年十八岁,在宋丹临行前曾有过一段,让人印象深刻的访问, 答记者问他你的父母管过你吗?宋丹的回答是,我父母是老十八交的农民,我对不起他们, 当记者问道,如果老天能够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,你会如何选择?宋丹流着眼泪说道, 好好做人,鸟之将死,其名也哀,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,只可惜人生不能从来, 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